欢迎收看财经极时通 我是婉伦 大盘震荡下周台股能不能大反攻呢 究竟主流要如何来看待呢 让我们来欢迎李欧 大家好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今天继续下跌散三点 虽然只有小跌散三点 可是台北股市今天收盘 其实是创下波段新低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实台北股市的气氛 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转变了 为什么 因为下礼拜有机会开始酝酿反攻 我们从几个小地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你先看大盘 今天还是上下震荡非常剧烈 尾盘只有小跌散三 成交量也稍稍比较萎缩 只有3400多亿而已 为什么 因为今天是礼拜五 礼拜五 你回想一下昨天晚上美国股市 它的震荡也非常剧烈 沙滴之后拉高 那今天台北股市也同样呈现一个震荡的盘整格局 但是我们看日线的K线图 你会发现 A B C三坡的下跌之后 其实现阶段我们看到 A坡跟C坡相比较之后 你会发现 C坡其实它的长度已经超过A坡的长度了 代表说在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进入超跌区 因为恐慌因为害怕已经超跌了 短线的超跌会酝酿反弹 那接下来反弹之后 什么时候有机会走一个大的一个波段 你就要看看有没有关键的长红K棒出现 那我认为在下礼拜是有机会的 那这个关键长红K棒就像今年的5月12号 当时大盘一波跌了2544点 第一次我们看到5月12号有个下影线上来之后 而后面第三天又破底了 可是到第四天 它出现这根大涨792点 一根K棒吃掉前面三根K棒 而且也把前面的这个长下影线全部都收复起来 后面才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波段反弹 我们现在在等的就是这个 那现阶段台北股市它会上下震荡 反复的打底阻底这是很正常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今天气氛不一样 航运股今天是涨幅最大的 而且是拉尾盘 照来讲礼拜五谁会去拉尾盘 谁会去买尾盘呢 一定是对下礼拜有信心的人 所以航运的这个大户回来了 他是买尾盘的 再来是你们发现 台北股市它的涨跌的加速分配 其实今天虽然是跌33点 而且今天指数是创新低 各产业的全职股 各产业的领头羊 龙头股 好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一波航运最强的是谁 是万海 为什么呢 除了今天拉尾盘以外 你会发现万海 它这一波一直维持在季线附近 它离季线的距离是最近的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今天收牌已经快要突破季线了 如果它能够站上季线 甚至于站上这个黄色框框的上缘 那就更安全了 257嘛 接下来你只要注意 下面这个黄色框框是不能跌破的 201 这样子你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说 你在操作航运股 尤其是这个货柜三雄 大概都长的同样这个形状 就是有一个黄色的这个区间 往上转强 往下是跌破转弱 好那再来呢 第三代半导体的领头羊是谁 汉磊 今天攻上掌停板 而且它今天正式站上季线 你们发现 机像电PCB里面的 你们发现它今天也站上了季线 很明显的它也转强 而且是掌停板 雍智科它是台湾第一大的IC设备 测试设备的这个材料供应商 你们发现昨天攻际线站不上去 今天再来一次直接站上际线 也攻上掌停板 这个杰敏也是一样 杰敏更强了 它完全没有跌破际线 那今天也攻上掌停板 创为 它也没有跌破际线 今天也攻上掌停板 再来呢 蓬城车用二极体 全球前三大的 它是不是也没跌破际线 也非常的强劲 康普车用电池的化学厂 碰到际线就反弹上来 大盘现在是跌破际线 跌破半年线 你们发现这么多的产业龙头 它连际线都没有跌破 甚至于你看联电 金元代工的二哥 它也没有跌破际线 这一波走势也算是相对一个比较强劲 还有这一档 投资本可以特别留意 这一波大盘下跌 它都没有跌到 那最近几天它也很明显正上际线 它是红海旗下 做电动车的车壳 还有未来做机器人的这个外壳 金属机壳的这个大厂 所以我想这个大盘 不管是这个震荡整理 它都呈现一个横盘 而且你仔细看它的筹码 筹码越来越集中 有人一直不断的在买进 越买越急 所以我想类似这样子的标定 就相对一个比较安全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 谢谢李欧老师的分享 记得加入李欧老师的LINE 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